25号台湾金珠奖颁奖典礼举行 张小燕黄紫娇师徒俩12年后再度携手 金珠对阵胡瓜陶金英等实力选手仍搭获全胜 顺利斩获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为两人25年师徒勤送上最好礼物 庆库宴上两人被洗红喝娇杯酒庆祝 较少出现在大屏幕上的黄紫娇现场大谢恩师 还弄得差点要下跪 我是小燕姐徒弟里面比较不受控的一位 那以前常常惹小燕姐生气 让她在家里气喘 我只能用行动证明 我真的很爱这份工作 这次我是沾了娇娇的锅 不要再加 我要下跪了 虽然两人仕途行身 但张小燕却大抱黄紫娇不喜欢和自己合作 不知道师徒俩私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希望哦 说不定她其实比较喜欢跟比较漂亮的啦 可爱一点的啦 没有没有 我还是选那种工作还要选你 要选这种镇台之宝级的 看来工作和生活黄紫娇还是分得很清楚的 我还是选那种工作的 感谢观看